大家好 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 Pro Duo 全新发布的小型 SUV Pro Duo Ardiva 这一次这个车款总共有三个车型 分别是 S H 还有 Advance 我身边的就是中等款的 H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这台车 然后同时谈一谈 Pro Duo 这一次的蜕变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车头设计 在车头设计方面 其实它和它的兄弟车型 Rocky 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融入了 Pro Duo 的一些设计风格 例如前方的这个水箱护罩 还有这个雾灯座 它的头灯组不管是什么车型 都是 LED 的 也就是说 LED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连雾灯座都是 LED 的 另外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位灯 这个定位灯其实也融合了方向灯 而且它是流水式的设计 大家可以想一想 10 万块以内的车 有什么车的 头灯组的方向灯 是流水式的设计呢 它的头灯组支援着一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而且它可以遮蔽部分的灯泡 这个功能就类似像是 Mercedes-Benz 的 Multibin 所以其实在这样价位的车款 可以看到如此先进的 LED 头灯组 真的是非常让我们惊艳 Produa Ardiva 全车系支援全新的 ASS 3.0 系统 这次的 ASS 3.0 系统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它可以运行的速度更高 同时它也可以增速到二轮的交通工具 例如说脚踏车或者是电单车 这个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大家如果看它的水箱护照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它并没有这个雷达 但是这辆车的顶级版本其实是支援 主动式定速巡航的 而它用来侦测主动式定速巡航车距 就是依靠这个前方的双立体镜头 当然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只有顶级版本在有 它还包含了非常多先进的安全配备 例如说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这个倒车盲点侦测 车侧盲点侦测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也是目前我国市场 最便宜拥有ACC 功能的车款 Arduiva 和 Rocky 其实还有一个不同之处 就是这个 日本版本的 Rocky 在这个赵后庆的范围 其实是比较小的 可是在马来西亚 Produa 将它变大了 带来的就是更好的可视范围 来减少这个车侧的盲点 相比起车头设计 其实我个人更为喜欢它的车尾设计 因为整个车尾看起来很方正 还蛮合我的口味的 当然它的这个尾灯组 也是采用了LED的设计 而且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 时下流行的3D LED 设计 所以夜晚的辨识度会很高 这边则是采用了钢琴黑跟镀铬的混搭 加上这个白色的珍珠车漆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尾真的是很好看 你怎么觉得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OK 接下来我们讲它的尾箱 它拥有电磁法开启 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 非常硕大的这个尾箱空间 根据原厂的资料 在这个尾箱它拥有两个模式 在这个最大的模式下 它可以提供369公升的尾箱容积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家门出门 它应付大概是两天一夜的行李 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在你日常去购物的时候 要应付那些柴米油盐更加没有问题 而且它还支援这个64以被倾倒的功能 要运载大体积的物品 例如说你去IKEA买家具 它还可以应付的 别担心 如果你是现场看这辆实车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大 可是实际上它只是一台轴距2520的compact SUV 可是 看起来真的很大对不对 而且如果你买到顶级版本的话 原厂还提供了双色车身设计 也就是 车顶是黑色的 这个层次感会更为强烈 这台车的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它采用了全新的DNGA平台打造 这个DNGA平台拥有高刚性 低重心 还有更好的安全性 所以 这个是Produa这一次进化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A柱跟B柱 它采用了980MPA 还有390MPA两种高刚性的材质打造 所以 这就让它的安全性更上一层楼啦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可以说是Produa一次完全的新的尝试 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到Produa Smart Build这个东西 这个并不只是一个生态环境 而是一个可以帮助到整个马来西亚的大蓝图 在Produa获得了它的合作伙伴 技术转移之后 Produa并没有失常 而是把这些技术 同样的转移到下流的供应商 所以这些下流的供应商获得了这些技术转移之后 它们就可以帮助Produa打造出高品质的零件 这样一来 带动技术发展的不仅仅是Produa 还有整个马来西亚的汽车供应链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 有95%的零件 都是WATAN Malaysia 包括了它的全新引擎 还有全新的变速箱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台车并不只是帮助Produa提高销量 而且它也帮助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进化 轮圈方面 这一辆车有两种轮圈尺寸 在入门版本采用的是16寸轮圈 这个H版本还有LA版本采用的则是17寸 而且是这个双色调的设计 打开引擎盖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新的1.0公升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98PS 峰值扭力140Nm 可能大家会认为 这一台车那么大量配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够不够 实际上我们已经试驾了这台车 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撑不上出类巴醉 但是在日常使用上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这辆车的车重只有大概是1050公斤而已 所以 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而且涡轮增压引擎的特性就是 低转高扭 在非常低的转速它就可以爆发了峰值扭力 所以大家千万不需要担心在满载的情况下它会力不冲心 而且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采用了全新的DCVT变速箱 它和Toyota的Directship CVT变速箱有一些不一样 Directship CVT变速箱是增加了一个起步齿轮 在车辆起步的时候是用这个齿轮起步 而这个DCVT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齿轮在后部 也就是说在车辆高速巡航的时候会切换到齿轮去 因此来获得最好的这个油耗表现 根据官方的数据 这辆车的油耗表现是18.9公里 1公升 如果你是前任的Prodotor车主 你看到Artiva的内装你应该会有一点点的惊喜 因为这次的内装改变幅度 同样的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的车款是中等版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皮革座椅 如果是在顶级的版本 它不仅有皮革座椅 椅子的背部还有一些挤皮材质的点缀 非常的运动化 而这个座椅是我做过Prodotor的车款里面 支撑感 舒适度最好的那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基本上还是舒适的 而且我的椅背基本上都被cover到了 以前的Prodotor车款在这个座椅上面可能就 没有那么出色 但是我相信这台车的座椅让你在长途驾驶的时候 不会感觉到匹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内装细节 在这里它拥有一个中央扶手 打开之后 置物空间还蛮大的 接下来 传统的手刹车 排挡杆 而且它的排挡杆这一次还支援这个 手排模式 也就是说它拥有加减挡 只是它没有换挡波片而已 然后 它有 运动模式 只是它的运动模式位于方向盘上面 再往前看 它拥有一个9寸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是Hatch版本和AV版本才拥有 这个触屏主机不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但是它支援mirroring功能 其实在这样价位的车款来说 给了这么大的触屏主机 但是没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其实我们也不能投诉什么啦 而且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 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视机 萤幕啦 它就是一片萤幕然后它的质感其实还很不错一下的 可以说是PRODUOR有史以来质感最好的萤幕 这一点其实在日本的Rocky还是采用我们所谓的这个 电视机萤幕 可是来到这里被改变了 所以只能说PRODUOR真的很懂马来西亚的消费者要什么 换个方向来看你可以看到这里拥有非常多的这个按键 它包含了一些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开关 例如说这个自动远近光灯 自动紧急刹车 如果是顶级版本的话方向盘上面还会有 这个车道偏移警示辅助 还有主动式定速寻常的控制按键 它的仪表采用的也是一个7寸的TFT萤幕 可以显示的资讯非常的多 我个人觉得啦这个仪表其实还蛮值得 其他的汽车制造商学习一下 因为这个视觉效果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它甚至比一些 比较贵的高端车型还要好看 来到了后座之后我发现一个好像只有国产车才有的东西 就是这个挂钩 有时候在你长途驾驶或者是你自己出去打包的时候 你买了水 可以挂在这个挂钩上面 其实是一个还蛮贴心的小功能 OK 我们接下来讲它的后座空间 这台车并没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而在这个中央扶斗下面 它拥有两个USB的插槽 分别都是2.1A的 加上前面两个USB 所以全车总共有4个 接下来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后座的空间表现 因为这台车的轴距只有2520的关系 所以当前方调整到我的标准坐姿之后 会觉得后面的空间表现会稍微有一点点局处 可是我的拳头还有一个拳头左右 但是我的大腿基本上就是悬空了 没有支撑 而在椅背方面的支撑表现就还不错 而且因为 这个是SUV车身的关系 所以我的头部还有大概是一个拳头左右的空间表现 当然如果你的身高并不像我那么高的话 坐在后座的这个压迫感就会少一些 基本上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它可以拿到一个6.5分到7分左右 还有一点我要称赞的是 它的后座 头枕 都是全部可调整式的设计 这一点原厂并没有Card Cost 值得鼓励 OK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PRODUO AUDIO的 简短新车介绍 其实以这个价位的车子来说 它可以给的东西已经是它所能给到最好的 尤其是全车系都有ASA 3.0 这一点让我十分欣赏 但是这辆车其实也并不是没有缺点 空间表现方面它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而且在一些小细节上面还是有值得进步的地方 但是这样价钱的车款我们已经不能苛求太多了 总体而言 它可以说是PRODUO的一个完全进化 也能够代表着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一次向前大跨步 尤其是这一次这台车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新平台 新设计 而在PRODUO进行了这个技术转移之后 我国的汽车供应链也能够提供了这些高品质的零件 所以 这一个 不仅仅是PRODUO的进步 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进步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在未来有机会我们肯定会马上把这台车借出来 为大家做一个试驾影片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